这是印度总理莫迪在20号抵达了美国纽约 也展开围棋五天的一个国事访问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在20号抵达纽约进行国事访问 同时在22号会来到白宫跟拜登会谈 出席记者会并且接受提问 这回接受提问是蛮罕见的 那么同时拜登也会举办国宴 是一个高规格宴请莫迪 为亲密的盟友保留的荣誉 拜登上任以来只有谁呢 马克宏徐悦受到如此的款待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 其实对拜登来说也是个考验 因为在2005年当时美国曾经呢 拒发签证给莫迪 但是现在来到2023年 那么设了国宴而且高规格 同时呢在CNN报道了 这个引述的分音人士表示 莫迪这次来是一次严峻考验 拜登政府试图将自己定位为民主保护者 但是对于新德里 政府在国内侵犯的人权行为却是视而不见 我们请教佐邓东教授 其实莫迪这一次的访问 真的是蛮特别的 为什么呢 因为莫迪这次美国安排的 就是说他会到国会去发表演讲 那大家可能觉得 外国领袖来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就很稀中平常的事情 倒也不尽然 为什么呢 因为莫迪这是他第二次 到美国国会去发表演讲 前一次大概是在16年左右的事情 那么这两次的发表演讲是 使得他挤身于全球大概只有四位 到目前就是第四位 曾经在美国国会 或即将在美国国会 发表两次演讲的外国领袖 那另外三位是谁呢 一个是丘吉尔 一个是曼德拉 另外一个是泽伦斯基 所以你看这三位其实都蛮特殊的 那我实在不知道莫迪的特殊性是什么 除了美国要拉拢印度之外 大概看不出什么其他特殊性 那当然其实莫迪 他为什么大家认为说 他是一个人权记录不佳的一个领袖呢 因为在2000年 就是2000年初期 大概200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地方的省长 那那个时候因为当时 他所在那个叫古加拉特省 当时发生了一些暴动 那很多有一些新闻记者 就是认为说 去采访发现到说 这个暴动啊 因为它是涉及到宗教的这种仇恨 那当时的这个州政府 就是邦政府 古加拉特邦 他说这个邦政府呢 其实是刻意地默许这样子的暴动发生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这个莫迪呢 其实是他 就等于是他间接地导致了 或间接地鼓励了这样子的一个暴动 因此当时莫迪奥访问美国的时候 美国是拒绝发签证的 那么等到2014年 他当上这个印度的总理以后 美国很快这个签证就下来了 所以2016年 他就到美国国会去演讲 当然你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从欧巴马时代 那个时候他所谓的这个亚太再平衡 就开始重视印度的角色 那当然2007年之后 有所谓的跨德 也开始强调把这个 把这个印度拉入 这种所谓的 这个 拉入美国跟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结盟 当时不叫跨德 但是就是所谓的四方组合 那这个四方组合到后来发展 成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跨德 那这些过去的一些历史经验 我们就可以看到印度在美国的外交政策里头 他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 那当然印度这一次就是说莫迪到美国去呢 当然大家很关心的面向有很多啦 那美国的这个印度人当然是很兴奋啦 而且大家一盘也发现 这个安格鲁萨克逊国家里头 第一个就美国来说 有一些有名的印度裔的这个官员 比如像副总统这个这个Harris 那他其实基本上是一个被 他是有印度裔的 那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之一 Mickey Kelly 他以前是驻联合国的大使 他也是印度裔的 那么这些国 这些所谓印度裔的官员 可能他就变成是跟莫迪到时候要见面啦 迎接他很重要的一个 强调美国的这个印度连结 那其实安格鲁萨克逊国家 像英国的首相也是印度裔的 所以现在开始印度人呢 在这个安格鲁萨克逊国家 感觉上越来越重要 但是除了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这个 就是仪式性的也好 政治性的也好 其实有两个是我们观察指标 第一个 双方会不会继续推进所谓的武器合作 因为这个是印度跟美国交往 对印度来说最有实质意义的事情 因为他 美国希望他扮演一个牵制中国的角色 可是印度希望在美国对他的期待之下 发展他自己的军火工业 那当然美国能够把他的军事科技输出给印度 就变得非常重要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双方的这些贸易摩擦 因为印度过去在前几年 他设定了一个所谓的数位服务税 那这种数位服务税就是像美国在Amazon 或这些其他这些网络服务商 那他要到这个 他在印度有这些电子商务 都会被印度刻意中税 所以美国那个时候跟他有很严重的贸易摩擦 那现在印度当然他希望取代中国大陆 在这个所谓iPhone的生产链的这个角色 那他向美国的出口就必须要减税 所以当然双方就有可能要开展出这个 是不是要谈这个所谓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 可是拜登政府现在 他的这个民主党政府 现在是完全不谈这些东西的 第一个民主党向来在谈自由贸易协定 他就是比较不愿意的 因为民主党对于这个保护主义 比较倾向于保护主义 比较倾向于保护劳工 第二个因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这个快速通道 在拜登任内的第一年就已经失效了 那你没有快速通道 到时候你谈了一个协定就要逐条审议 这个其实也会让任何的谈判都不可能成功 所以我看起来这一趟虽然美国方面给予莫迪极高的一个关注 极高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极好的一个待遇 但是呢实际上能够达到什么成果 我觉得还是蛮存疑的 是好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在这一次是一个高规格的一个礼遇 那么同时白宫也公布了 在这个国宴晚宴的部分 包含了前菜啦 你看到这个是有这个烤小米啦 玉米沙拉 还有主菜呢 是这个搭配是有波特贝勒菇 搭配奶油翻红花炖饭 这个当然也是针对他来设计的 另外还有甜点的部分 那么同时呢 拜登怎么样来回礼赠送了什么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哇 出手太大方了吧 这个赠送了拜登夫妻 这是往拜登夫人的手里 放了一颗7.5克拉的绿钻 我们请教大钱哥 对啊 这个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 我也傻了 就是绿钻的价格 再怎么便宜 也有一定的价格水准 是 那么7.5克拉算很大 是非常大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小的钻石 所以到底7.5克拉的绿钻 到底值多少钱 因为我对珠宝并不熟悉 所以我无法确定 但是我刚才问过大使 这绝对超过这个美国总统 能够收受这个个人礼物的范围了 也就是说他应该把这个礼物捐出来了 这个礼物是不可能由这个拜登夫人 自己拿在手上传给子孙 大概不太可能了 他就要放在什么这个博物馆 或者是什么白宫的一个机构里头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价格实在太贵了 那么我也很少听过 这个外国访客送这么重的礼物 对 而且就是直接往他手里放 对 所以 所以这代表印度很财大气粗嘛 所以就 这个送其礼来都没有手软 那不过其实我接着刚才 左教授的谈话 就是说现在对印度来讲 他当然美国给予他这么高规格的 待遇的目的其实很清楚 他就是要拉拢印度 就拉拢印度成为他整个这个印太防线的 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然后在利用印度跟中国大陆 长期以来的边境的一些冲突跟矛盾 继续加深中国大陆跟印度之间的对立 来牵制中国大陆 这就是美国现在在打的算盘 那他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标准作业流程 就是当他想拉拢你的时候 他就想尽各种办法来拉拢你 你说莫迪在国会两次演说 是不是很了不起 如果我没有记错 蒋夫人当年应该也在美国国会演说过两次 那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现在美国为了要拉拢莫迪 他当然给了莫迪很高的待遇 给他国事访问 给他去国会演讲 然后大大的不断的强调 莫迪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让莫迪有一点飘飘然了 但是对莫迪来讲 他所要的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刚才左教授讲到的重点 就是他要的更多的是 希望美国来帮助他发展军工产业 那这一点美国其实也做了一部分的许诺了 就是说美国不但同意了无人机的采购 美国同时也同意把这个发动机的技术 做一部分的转移 那这对印度来说 当然是天象掉下来的这个礼物 不拿白不拿 那但是对我要讲的是说 对印度来讲 他是不是从此就会死心踏地的跟着美国走 我觉得也未必如此 就印度这个国家 他现在就等于是各方在喊价 就美国对他采取 给他的这样的favor 那他接下来他怎么处理 跟俄罗斯的关系呢 俄罗斯还要不要用这么便宜的价格 卖他这个石油 或者他还要不要 还敢不敢跟俄罗斯采购石油 这都考验印度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